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中共总理李克强2月3日开会讨论2023年中共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3月他将卸任总理一职 继任者预计是新进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 据希望之声的报道 李克强担任中共总理10年以来 屡屡泄露中共机密 并踢爆过中共数据造假的黑匣子 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中共目前的权力体系下 决策者很难听到下层官员的声音 风险非常大 李克强筹备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援引人民日报的报道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八次全体会议 讨论你提请中共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将是他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提到他最后一任内的经济成绩 撑过去五年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 并警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李克强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如何设定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对新一届中共总理李强是否构成挑战 目前尚未可知 据报道 中共国务院现任四名副总理与五名国务委员 均出席了设厂会议 美媒报道称 李克强在主掌国务院期间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乏善可陈 但多年来一直有评论人士认为 李克强代表了中共政坛上的务实派 总观其涉美言论 相对于其他中共官员也显得相对温和与友善 路透在李克强任中共总理后一年后转发的一篇评论注意到 李克强在2013年召开了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其中有30次是研究改革 多年来 政治观察人士一直指出 李克强是中共几十年来历任总理中最弱的一位 李克强力挺继任者遭到排斥 华尔街日报有过报道 多年来 作为中共政坛二把手的李克强 一直被习近平边缘化 据中共政府官员和接近决策层的顾问声 在陷入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 李克强开始发挥作用 力促习近平回调一些远离稀释资本主义 并部分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措施 上述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说 李克强还正尝试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选上 发挥影响力 知情人士称 李克强力挺的候选人 可能正在获得更多支持 这些候选人包括汪洋和胡春华 中共二十大前 汪洋和胡春华一度是呼声最高的 入常的大热门和下一任中共总理人选 出乎分析人士预料的是 在中共二十大上 霍里克强支持的汪洋 被挤出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而主管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副总理胡春华 也未能进入政治局 他们都失去了竞争下一任总理的资格 大实话与黑匣子 去年三月份 李克强在第十次出席中共两会后的总理达记者问会上表示 今年是本届政府的最后一年 也是我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据李克强介绍 在他担任中共总理的十年中 中共财政收入从十一万亿增加到二十万亿 市场主体企业增加一亿价 此外 有媒体认为 李克强似乎是记得中国小人物冷暖的高级官员 李克强在记者会上 主动回应江苏封县巴海母亲铁链铝事件表示 我们不仅为受害者痛心 也对此事十分气愣 对默示群众权益的 要坚决追责问责 对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要严厉打击 严惩不断 2020年 李克强说出大实话 有六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一千元 一千元 在一个中等城市 可能租房都困难 他也时不时提报中共数据造假的黑匣子 在物价飞涨百姓收入日减的情况下 中共官方公布的衡量物价指数 几乎总是保持平稳 而李克强一语道出其中的奥秘 2021年10月14日 中共总理李克强到广东顺德 先后巡视了民企美帝集团及一家火电厂 当年中国因煤价上涨发生用电荒 电价飞涨 但当年9月中共公布的CPA却回落到半年低位 令人疑惑不解 据自由亚洲上传的视频显示 李克强表示 电价上涨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因为中国的通胀是以食品价格来定的 电费上浮不会影响通胀 这就是说 中共对CPA的统计 并不包括占比较大的住房支出 其中涵盖电费 租金等多项支出 中共CPA能够长期维持平稳 正式踢除了房价 租房 电费等构成因素 关于继任者李强 中共新进排名第二位的政治局常委李强 预计在今年三月份的中共人大会议上 正式接替李克强 成为中共新一届总理 李强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纽约时报曾以从上海封城中走出的中共二号人物为标题报道 上海封城两个月尽管惹来诸多民怨和人道灾难 却未能毁掉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李强的政治生涯 他自始至终得到了习近平支持 更在中共二十大结束的毅力 谨升新一届中共政局常委 地位仅次于习近平 尽管如此 外界对他担任总理一职 似乎并不看好 路透社曾引述分析说 中共下一任总理面临重振中国经济的艰巨任务 除了仍在不断加剧的房地产危机 而随着中共加强对经济的控制 对任何有意义的改革的希望已经减弱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顾问说 李强的经历似乎并不足以让他胜任总理一职 不过也有金融分析人士 对中共新的经济团队表现出一定的信心 李强虽无在中央统筹全盘的经验 但曾在浙江 江苏和上海三个中国富有且发达的省市主政 美国商业新闻网援引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 野村证券的一份报告说 李强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有能力的 轻市场和轻增长的政治家 中共国务院大换血 党媒明报此前分析 中共国务院面临大换血 就领导层一个不留 文章表示 下一届中共国务院人士 目前较确定的有总理李强 常务副总理丁薛祥 另三名副总理是何立峰 刘国珠 张国清 而现任中共总理李克强 副总理韩正 孙春兰 胡春华 刘鹤 以及国务委员魏凤和 王勇 王毅 孝杰 赵克志 全部走人 港媒透露了一些 与此次中共国务院大换班相关的人事安排 比如 中信集团董事长朱贺心 传闻是接替一纲 出任中共央行行长的人选 朱的起家之地是江苏南通的交通银行 与集贯南通的丁薛祥似有渊源 而盛传将会出任财政部新部长 兼党组书记之一的中共山东副书记 兼青岛市委书记陆志源 出身陕西 早年当过西安市财政局长 于立战书 赵乐际均有交集 中共政权危机四伏 在观察中国问题的分析人士看来 长期以来 中共领导人一直竭力追求经济增长 将经济繁荣视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 然而 这一现象现在似乎已经发生变化 中共在目前的权力体系之下 下面的官员没有办法把真实的问题 反映出来给决策者 风险非常大 事实上 诸多迹象显示中共权力核心暗流涌动 时刻都可能爆发危机 有学者分析指出 中共政权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 例如 关系到中共最高领导安全的中办主任 仍由二十大入常的丁薛祥兼任 继任者迟迟未能落地 中办主任也被称为中南海大管家或大内总管 从中共历史来看 这个角色是发动政变 将现任中共最高领导拉下马的关键人物 近期 习近平在许多军政人事调动和安排上 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预防政敌发动的政变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